我们读到希伯罗书第五章 我们是无预警地说的 也没有准备的 我们只是读圣经而已 我们继续读下去 凡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猜派 替人扮你属神的事 为了要献上礼物 和属罪祭 或是要为罪献上礼物或祭物 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们自己被软弱所困 所以他拿理当为百姓和自己 献祭和属罪 而这个大祭司的专名 又无人可以自取 唯有蒙神所召就像雅伦那样 如此 其实基督也不是自己拿这个荣耀来做大祭司 而是在乎向他所说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你的那位 就像圣经上面有另一处说的 就是说 你是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 其实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哭 流泪地祈祷 恳求那个能够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誠蒙了英雲 他虽然是儿子 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 就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 是信从他的人 就成为了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据 你根源了 并且也蒙着神 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 就称他叫大祭司 论墨基洗德 我们就有很多话说的 并且很难明白 因为你们都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来应该做师傅的 不知道 还要有人将那些 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外教导你们 并且成为那个必须吃奶的 不能够吃干粮的人 凡是只能够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还是BB 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 其实他们的心 心跳集练得通达 就能够分辨好大 所以我们就应该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尽力走到完全的地步 不用再去立根基 就好像那些 懊悔的死行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没 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 如果神是给我们的话 我们必须这样做 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在圣灵里面有份 并且尝过神善度的滋味 觉悟到来世的权能的人 如果能够离开道理 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将神儿子重新钉十字架 然后明明羞辱他 就好像一块田地那样 吃过很多次下雨 生出菜疏出来的 合乎耕众的人用的 就从神那里得福 若果是生了精击、泥质 一定要被丢弃 近于就座 而结局就是焚烧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虽然是这样说 他是深信你们的行为 比这些更厉害 而且也近乎得久 是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的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的命所显映的爱心 就是先前是事后圣徒 而如今仍然是事后 我们愿你们各人 都是显出这样的恩勤 令到你们由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蟹呆 来到总要效法那些 凭着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而当初 神应许阿伯拉罕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给自己更大 可以指着来起誓的嘛 所以要指着自己起誓就说了 轮到福 我必切大福给你 轮到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而这样 阿伯拉罕 既是恒久忍耐 就得了那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那个 比自己更大的来起誓的嘛 并且以起誓做实据 了结各样的争端 照样 其实神也都愿意为那些 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 是不更改的 就 起誓 为证 借着这两件不能够更改的事 神一定不会说大话 也不能够说大话 好叫到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定在我们 前头指望的人 就可以有大德勉励了 我们有这个指望 就好像灵魂里面有个闹 沉落海底 又坚固 又实正 就可以通往这个 万字之内 做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是麦基什德的等次 做祖兵愿大祭司 就为我们 进入这个万字里面 其实这个麦基什德 其实就是撒冷王 耶路撒冷之王 亦都是 至高神的祭司 本来就是长远为祭司 他就是做亚伯洛汉 杀败那么多王 回来的时候 就要迎接他 给他祝福 亚伯洛汉也都将自己所得来的 十分之一给了他 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 就是仁义王 他亦都叫撒冷王 以诗者说 平安王 是这样的 他又无父无母 无族谱 无生之浅 无命之中 但是 好像神的 儿子 所以你想想 先祖亚伯洛汉将自己所努力的上等之物 甚佛之一都给了他 所以说这个人是多么尊贵 对呀 而那个得到祭司之分的那个利未子孙 领命赵丽 向百姓 拿十分之一 这个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来的 虽然是从亚伯洛汉里面生出来的 都是 赵丽 都是拿十分之一 但是唯独 麦基什德 就不是同样的 反而就收了亚伯洛汉的十分之一 为那个蒙英 亚伯洛汉的祝福 从来位份大的 就比位份小的祝福 这个是拼不了的你 那这个 这里面收了十分之一的 都是必死的人 但是那个收了十分之一的 有为他做见证的话 他是活的 并且可以说那个受十分之一的利未 其实也是借着亚伯洛汉 立了十分之一 因为 麦基什德迎接亚伯洛汉的时候 其实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里面 从前 百姓就在利未仁祭司的职任底下 受着这个律法 倘若是借着这个职任 能够得以完全的话 又何用另外起一个祭司 是照着麦基什德等次 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然能够改的话 那就是律法都改得了 因为这句话是指着这个人 本来是属于第二个支派 而那个支派里面从来都没有一个人是事后祭坛的 我们的主分明就是从犹大出来的 但是这个支派 摩西就没有提到有祭司 若是照着麦基什德的样式 另外起一个祭司出来的话 那我这句话 就是显而易见的 他就是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着那个无穷 不能扭坏的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话 你是照着麦基什德的等次 是永远做祭司的 先前那些条例 是软弱无益的 所以废了他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就靠着这个指望 我们就可以去到神的面前 再者 耶稣就是为基督 并不是不起世去立的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不起世立的 只是耶稣是起世立的 因为那个立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世 他不会反悔 你是永远为祭司的 既然都起了世立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弱的中保 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是很多的 但是因为有死的左隔 就不能够长久 这位是永远长存的 而他的祭司的职任 也是长久不会再更换的 凡是靠他进入神里面前的人 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 替他们祈求 好像这样的圣洁 无邪恶 无巅污 远离罪人 高过朱天的大祭司 缘是跟我们合议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的 每日必须为自己罪 之后又为百姓的罪献制 因为他只是献一次 就将自己献上 就将这件事成全了 律法本来就是立远约那些人 做大祭司的 但在律法之后起誓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是承传到永远的 第八章 我们所说的事 其中第一要紧要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自大者的宝座的右边 在圣索 就是真帐幕里面 做执事 这个帐幕 是主所踏的 不是人踏的 凡是大祭司 都是为 献礼物和祭物 设立 所以这个大祭司 也都必须 有所献 他如果在地上 就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照着 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所奉的事 本来就是 天上事的形状和形象 正如摩西 亦都是 将要做 做这个 会幕的时候 蒙射 神的 警戒 就说 你要谈慎 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 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来做 如今耶稣所得的 这个祭 这个职任 就更美 正如他做 更美之药的中保 这个药 是凭着更美的 应许来立 前约若是无瑕疵 就在 无处 寻求后约 所以 主指着他的百姓就说 日子将到 我要和 以色列加和 犹大加 另立一个新的约 不像我拉着 祖宗的手 带他们出埃及 当时 和他们所约的约 因为他们不是恒心守我的约 我又不理他 主是这样说 主又说 在那些日子之后 我和以色列加所约的约就是这样 我要 将我的律法 摆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 就不用各人的教导 自己的乡伦 自己的弟兄就说 你应该这样认识主的 因为我们 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 都要必认识我的 我要 宽住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 既说 新药 就是说 以前那一月 就是旧的 而那个 漸漸旧 漸漸 衰的 必快归于 无有 好了 第八章 讲到这里 稍后回来 再继续 就会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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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